立与形变 想想看 花花上床睡觉时 仔细观察了她的弹簧床 当花花失立给弹簧床的时候 弹簧床会有什么变化呢? 立的单位 立的单位可以分为重立单位和绝对单位 而国际标准单位则为绝对单位 首先我们先来看重立单位 重立单位的里面常见的有 一公斤重与一公克重 一公斤重的定义为 质量一公斤的物体在地球维度45度 海平面所受地球引力的大小 一公克重定义为 质量一公克的物体 质量一公克的物体在地球维度45度 海平面所受地球引力的大小 再来我们来看绝对单位 国际的标准单位为一牛盾 一牛盾的定义为 质量一公斤的物体 产生一每秒每秒米的加速度所受的力 我们就称为一牛盾 粒的三要素 粒的三要素 里面的第一要素 粒的大小 首先我们看到蓝色的箭头 箭头越长表示粒越大 箭头越短表示粒越小 途中 一公分等于一公斤重 而蓝色箭头表示五公分 那就代表蓝色箭头代表五公斤重的粒 再来粒的第二要素 粒的方向 粒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 红色圆圈所圈起来的地方 就是箭头的方向 那箭头的方向可以表示粒的方向 再来粒的最后一个要素 为粒的作用点 粒的作用点 就是线段的起点 如图中 橙色的点 那橙色的点就是粒的作用点 粒的表示 粒要表示粒的大小 方向和作用点 途中 一个人推着推车 他花了五牛顿的粒 以图来表示 箭头的长度 表示粒的大小 五牛顿 箭头的方向 表示粒的方向 而箭头的起始位置 则表示粒的作用点 那如果以文字来表示 可以表示成 五牛顿方向向右的粒 作用在推车上 物体受粒 当物体受到粒的作用时候 物体可能会产生形状改变 简称为形变 在生活中 有一些粒子 可以看到 物体因为受粒 而产生形变 例如 施粒给弹簧时 弹簧会伸长 或是缩短 如左边的图示 可以看到 弹簧维持圆状 以及弹簧伸长时 以及弹簧压缩时 都是因为受到粒的作用 而产生形状改变 第二个状况为 施粒给吸管后 吸管会弯曲 如右边的图 我们都可以看到 吸管因为受粒 可能会弯曲 施粒 施粒 物体受粒时 物体可能会产生形变 在下列各个叙述中 合者不属于 物体受粒后 会产生形变的情况 A 施粒将弹簧拉长 B 多多坐在沙发上 使沙发凹陷 C 桌上放着一支 镜子的铅饼 猪 大熊和镜香 玩橡皮筋 翻花绳 想想看哦 D D D 想好了吗 答案是C 桌上放着一只镜纸的铅笔 你答对了吗 下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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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了